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外,Jessica 因應移民潮及外資撤離潮 香港政府新近推出的高財通計劃、科技人才計劃 以及有3,000萬港元資本門檻的新資本投資計劃 不過,官方數字顯示 抵港的受養人多過人才本身 退算經濟貢獻僅及官方宣稱的不足一半 過去計劃只得5%留港領居留權 即使香港在簽證、教育、醫療等方面 教中國大陸仍有優勢 但最終可能只成為人才潤到英、美、奧家等國的跳板 特別在香港23條落發生效後 香港就有一個移民展以此作招來 並公佈民調指七成有移民計劃的人 打算在兩年內離開香港 來自中國,化名林強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他的幾位上海及北京的朋友 最近都在賣樓、準備移民到香港 部分是通過高財通計劃 另一部分是投資移民到香港 他說,雖然內地也有醫療保險 但實際上,醫療費用比香港要貴得多 香港對外匯、護照等管制沒有那麼多 而且在教育方面 香港也沒有中國內地競爭得那麼激烈 最主要是孩子還有很多機會去國外發展 一名申請投資者入境計劃的 北京某金融機構的投資人 對中國網媒用中財經說 自己為了獲取香港身份 雖然付了很多代價 他說,至少每半年就要往返一次 不過,獲得香港身份之後 無論是投資、置業或是體病 都能享受香港本地居民的福利待遇 更重要的是,能被沒有北京戶口的孩子打下教育基礎 香港傳媒雜誌社除得最新的入境處數據 截至2月底,高財通計劃批准近5.9萬宗的申請 受養人獲批數目於6.1萬宗 其中4.4萬名高財、1.9萬名受養配偶 以及2.7萬名18歲以下受養子女已經抵港 意味著每位抵港高財 政府就要養1.06名受養人 勞工及福利局2023年11月就高財通計劃進行問卷調查 四成回覆中,只54%表示已就業 接近一半無業 申請人配偶近只有16%已就業 考慮到高財,隨時間推進會找到工作 而同期也會有更多新抵港高財基數更大 估計最新比率會維持接近 而按此比例推算實質有經濟貢獻的高財2.3萬多人 受養配偶有工作則僅得3,098名 以官方公布的計劃,高財月入中委數為5萬港元 受養配偶月入中委數為3萬港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估計 高財通計劃可為香港帶來每年約340億元的直接經濟貢獻 但粗略估計,高財通抵港人口總年薪酬為153.5億港元 只是達官方宣稱的45.1% 林強以他的朋友為例說 他們主要是從事科技及軟件開發的高財 但他們沒有受僱於香港公司 他們在家為國外的公司線上工作 收加密貨幣作為薪資 去香港外幣兌換更自由 家人還可以享受香港的醫療和教育 此外,高財未必留港消費 甚至寧願在深圳居住每天往返 間接經濟貢獻也有限 國內核心家庭多以二至三人為主 從抵港的受養子女人數多於受養配偶數字來看 通路高財通計劃抵港者或成為新一批太空人移民 即夫婦其中一方在香港工作 另一方留在內地居住 子女來港享受較優勢的教育 相對中國,香港的國際認受性仍然較大 香港政府表示各項移民計劃合共有超過25萬宗申請 而3月1日實施的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表示 公佈當日早上已接獲100多個查詢 金融業是移民者考慮到港的重要因素 據中媒報導 國內中產及投資人願付出3,000萬港元投資 以申請香港新增的投資移民 主因是國內新股IPO市場難以生存 而香港在稅率低及金融及家族信託的基建上有優勢 另一考慮則出於家庭 因香港的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交界 不過報導也補充 大部分中國國內的中產人士 拿不出3,000萬港元的投資額 高財通等平價移民計劃 才正在國內中產的首選 另一個吸引內地人移民香港的重要因素是 香港特區護照的免簽證國家比中國內地多很多 林強表示 中國護照經常有人被限制出境 外匯兌換也有很多限制 香港特區護照目前有171個國家免簽證 居住滿7年後可以領取特區護照 獲得世界上主要國家免簽 以根據中共中國領事服務網的最新更新資料 直至2024年3月1日 中國普通護照的免簽國家只有29個 而且不包括歐美主要的國家 2023年中國網上出現一波潤 不少人希望離開中國 除了一部分人輾轉到美麥邊境偷渡入美國外 移民網站更直指香港是移民外國的最佳條板 但在英國BNO簽證計劃 需要家庭成員中有人在97年前 在港出生並取得BNO 而加拿大救生艇計劃 於2026年8月31日到期 高財通也要滿足7年居留條件 才能獲取香港特區護照 除非上述計劃放寬及延期 否則最新來港移民必然趕不上救生艇計劃 過去經由不同計劃抵港發展 最終留港的人數令人失望 在香港要住滿7年 只能夠申請居留權 根據香港入境處回復 立法會文及的入境處聯報契 2015年綜合各類人才簽證獲批17.3萬人 最終在2022年申請居港權僅8904人 比率只有5.15% 當中最慘淡為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僅1.35%取得居港權 當中的人才 很大機會已經借香港作跳板到其心儀居住地 金融業為投資移民的重要原因 高財通計劃也有20%的人從事金融業 外資撤離及香港金融業萎縮 儘管香港還有僅剩的教育、醫療、簽證等優勢 但最終或只能成為中國人才的跳板中心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特約記者 高明輝在香港的報導 本次的《紳士樂廳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為了解 《紳士樂廳》 rape 感谢观看